明述记第35章 耶和华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们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把一些城给立位人居住 也把这些城周围的郊区给立位人 这些城要归他们居住 城的郊区可以募放他们的牛羊和一切牲畜 也可以存放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立位人的城郊要从城墙起 周围向外梁450公尺 你们又要从城外向东面梁900公尺 向南面梁900公尺 向西面梁900公尺 向北面梁900公尺 城在中间 这要归给他们做城外的郊区 你们分给立位人的城 其中要有六座避难城 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 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 这样你们所要给立位人的城 共为48座 连城带城郊都要给他们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中 你们要把一些城给立位人 人多的就要多给 人少的就要少给 每个支派要照着自己承受的产业 把城分给立位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选择几座城 给你们做避难城 让误杀人的 就是无心杀死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他们可以做你们逃避报酬者的避难城 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 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 你们指定的城要给你们做六座避难城 在约旦河东面 你们要分出三座城 在迦南地 你们也要分出三座城 都要做避难城 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外族人 以及他们中间居住的人做避难城 使无心杀人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如果人用铁器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如果人手里拿着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如果人手里拿着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人 以致把人打死 他就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被处死 暴血仇的要亲自把那故意杀人的杀死 一遇见他就可以杀死他 如果人因怀恨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着向人扔东西以致把人打死 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把人打死 那打人的必被处死 因为他是故意杀人的 暴血仇的一遇见凶手就可以杀死他 但是如果人没有仇恨 忽然把人推倒 或是无意向人投掷什么器皿 或是因为没有看见 用任何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 以致把人打死 他本来与他无仇 也无意害他 这样埋众就要照着点章 在打死人的和暴血仇的人中间施行裁判 惠众要把误杀人的从暴血仇的人手中救出来 他要住在城中直到受高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若是出了他逃进的避难城的境界 暴血仇的在避难城境外遇着他 把他杀了 暴血仇的就没有犯流人血的罪 因为那误杀人的应该住在避难城中 直到大祭司死了 大祭司死了以后 那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自己地业去 这在你们一切居住的地方 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历历点章 杀人的要凭着几个见证人的口供 才可以把他处死 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 就不能指证把人处死 犯了死罪 故意杀人的 你们不可收取赎假代他赎命 因为他必被处死 逃到避难城的人 你们也不可收取他的赎假 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回到本地居住 这样你们就没有玷污你们居住的地 因为血能玷污地 在地上如果有流人血的 除非流那故意杀人者的血 那地的血就不能得赎 你们不可玷污你所住的地 就是我居住的地 因为我耶和华是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 对吗 我嫁入了 我去死了 我去死了 死了 好